贵妃战 第二十集 臣妾给皇上请安 皇上万福金安 起来吧 金儿是你当年册封皇后的好日子 朕过来看看你 谢皇上 臣妾也想着今晚您要过来 就提前让小厨房备了您喜欢吃的饭菜 朕忙了一天 也要了 赶紧用膳吧 臣妾还亲手做了珠心莲子汤 是最能安神助眠 补皮养胃的 皇上您尝尝 看看臣妾的厨艺如何 有劳皇后 味道尚可 皇上 臣妾最近心得了一句话 怕相思 已相思 轮到相思没处词 觉得甚是好听 不知这句话出自何处啊 这句话出自明朝于燕之笔 讲的是两个相爱的人分离之后的思念之情 皇后一向不同诗书 这句话从哪里听来的啊 前几日臣妾去御花园闲逛 无疑看见了花贵妃与浩王爷 坐在郎庭下说话 这句话是浩王爷说的 臣妾也不知何意 只觉得新鲜有趣便记下了 贵妃娘娘和浩王爷 他们还说了什么啊 臣妾贵为皇后 岂可做出偷青墙角之事 只是隐约听到他们人说什么今生啊 来世啊什么的 臣妾不敢逗留 就远远的躲开了 这也没什么 浩王爷与花贵妃 还有公大将军他们兄妹 二人素日礼就交好 我还听闻花贵妃与王爷从小就认识 他们在一起叙叙旧也是有的 皇上千万不要多心啊 浩王爷乃皇室宗亲 擅自结交朝廷重臣 可是犯了大忌 臣妾不敢妄议朝政 但公大将军手握朝廷兵权 浩王爷跟他们走得太近 臣妾甚感不妥啊 浩王爷我还是了解的 他只忠情于风花雪叶 无心功名利禄 公大将军束手边关 勤勤恳恳 他们虽同为皇亲国妻 但绝对不会有谋逆之心 臣妾他们也不敢有这个胆子 皇上说的即是 花贵妃宠冠六宫 大将军又公在朝野 他们也该知足了 岂敢有不臣之心 臣妾只是妇人之见罢了 过对了 前几日宫女与侍卫私通之事 臣妾想听听皇上的意见 讨一个事下 花贵妃协礼六宫事务 这件事就交给他处置吧 话虽如此 可花贵妃说他们二人虽然犯了公规 但男女养情相悦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只罚了二人的月份 打发到盛行私服一一年 只当是小城大剑 花贵妃毕竟年轻 如此同情体恤他们二人 想必贵妃娘娘也是个多情多义的人 哎 臣妾真是自愧不如啊 两情相悦 情理之中 这句话真是他说的吗 臣妾不敢撒谎 挥乱恭维乃是死罪 那皇上的意思是 展历绝 臣妾遵命 好了 正会养心殿了 晚上还有好多奏折要批 皇后你早些休息吧 臣妾恭送皇上 呵呵 花贵妃 你就要大获临头了 哈哈哈哈